附有保健医院内发现真空摄像头 医院内的隐藏上头 不同于酒店内 医院内的摄像头 它是无差别攻击 上到老人下到孩子 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我只能说安装手法极其专严 摄像头成功拆除后 发现里面安装的是SIM卡 据都市现场报道 11月8日 有博主发视频爆料 河南省安阳市附有保健人 暗藏真空摄像头 视频中 该博主称 接到一个非常炸烈的消息 在一家附有保健医院内 发现真空摄像头 其中一名护士遭到偷拍 该博主从河南镇平县 驱车450公里前往该院 经过五天的扫头 蹲手 最终找到被偷拍护士 跟他说明情况后 当事人立马报警 最后警方也赶到现场 针对非法偷拍摄像头 进行取证拆除 顺着安装隐藏摄像头的位置 买相查找 发现电源竟然接到了 房间外面拨到的贴花板上 用的是独立电源 无售房间内的开关控制 可以做到24小时不断的项目 此外 摄像头拆除后 里面安装的是新卡 该博主表示 在他投稿照片的市场下 都没能找到摄像头 具体在打课 是安装摄像头的人 遗用了天花板上 原意的活动 还是为了隐藏摄像头 把整个天花板都换 只能交给执法部门解决 只能说 其安装手法极其专业 11月9日上午 故事现场记者联系 安阳忽佑保健院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为普通院 并不了解情况